根据卫生卷的统计 台中市青少年的吸烟率大约是2% 而希望通过主动宣导预防下一代吸烟 卫生卷设计了香烟知识隧道 要搭配3C平板的影音电点导览 跟可爱图文 来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最近就正式的进入到小学校园 来进行巡回整 预计是要走访16所的学校 要教导学子拒绝烟品保障健康 三天隧道正式在校园亮相 小学生蜂勇而上 迫不及待来抢先体验 我在讲说被积水是什么感觉 大家知道吗 那学的感觉是怎么样子 跟大家比拼看 拥有衣食身份的台中市卫生局长徐永年 也担任起沿海大使 要透过隧道的知识墙 并搭配平板影音来定点互动 为孩子们解说吸烟的害处 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学开始呢 就可以能够知道这样一个知识 那么这个知识呢 是告诉人家说抽烟有什么坏处 那么怎么样去远离这个烟 另外呢 我们也提供说 如果一旦有碰到以后 你要怎么戒 所以这整整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行为 我们会希望在这个介绍当中呢 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深入他的心中 那么从小学开始呢 就知道绝对不要碰烟片 根据统计台中市青少年的烟率有近两成 而有感于烟害已经威胁到下一代 卫生局也积极地要从幼童来展开教育 并从他们的角度来规划香烟知识隧道 以预教娱乐的方式进行鞭害教育 预计要寻回台中的16所校园 哪里不能吸烟 没有呢 然后还有之前就是 还有让我们知道之前不知道的烟汗 它有讲解比较多的加息的 那个会有身体很多问题 现在是台阵在更加细节 绿房下一代受到烟汗影响 台中市卫生局的宣导对象 也从原本的青少年族群 再往更少的族群小学迈进 而满满的知识墙 搭上定点的平板影音捣乱 虽然是顺应了时代潮流 但是过多的资讯 也似乎让小学生笑话不了 有待改进 只有林佳化台中才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